那今天刚才三文已经说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分享的一个产品呢 是我们爱多美的一个皇室供茶 以前皇室经常喝的供茶 也就是我们爱多美的普洱茶 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普洱茶呢 是对我们消脂有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都是大多数人 都是喝这个普洱茶以后来进行减肥这样的 像我也是前两天也是刚 就是进行过一次减肥的活动 所以也是喝了这个普洱茶减肥 那我们一般喝的这个普洱茶呢 都是那种茶叶的那种的 或者是一坨的 或者那种饼状的那种茶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呢 就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粉状的 我们爱多美是这样的条状的包装 然后里面是一个粉状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粉状的 那爱多美的这个普洱茶呢 就是这种粉状的 所以我们一天呢 只要这个喝这个一条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 那说起茶的话 其实我上课的时候 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说 这个中国人人口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但是比起跟这个人口相比 其实我们胖的人相对的就较少 因为啥呢 就是因为啥呢 我怎么说 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喜欢饭后喝茶 饭后喝茶 因为饭后喝茶呢 就可以把那些油腻的那种感觉 给去除掉 刚才撒了一堆 把那种油腻的感觉去除掉 所以我们在饭后喝茶 这样的习惯下 就是肥胖的人口呢 就比正常的比例少很多 我稍微等一下 然后一般我们普洱茶呢 就是有很多茶种嘛 但是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呢 是在那个云南 中国的云南来生产的一个大业种茶 正常我们爱多美 正常这种普洱茶呢 如果说你是在那种其他的地方生产的那种产品的话 是不是真正的普洱茶 因为我们这个普洱茶需要的那种环境是特别高的 正常就是需要在那种特别环境要求特别高的地方生产 只有这个云南生产的普洱茶 才是我们爱多美才是我们真正的普洱茶 大家可以注意上网查一下 那一般说起普洱茶的话 我们以往熟知的熟知的普洱茶呢 一般都是 等一下 一般都是那种生茶 普洱生茶 那普洱生茶呢 就是通过一种传统的那种发酵的方式来制作的 但是它这种的呢 是时间特别长 所以我们一般有那种话 爷爷制茶 孙子喝茶 就是有这样的古话 就是因为这个生产的时间特别长 但是我们爱多美的这个普洱茶就跟一般的饮品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哪呢 它是一种熟茶 那这个熟茶呢 就是是通过特殊的那种浓缩 浓缩发酵的方式来做的一种熟茶 所以它就是 这一条里面就有特别高的含量 特别高的含量 而且它是那种熟茶 就是一种浓缩物 里面的含量不止高 而且它通过那种特别 那种讲究的工艺 采摘方式啊 什么还有萃取啊 还有烘干这样的方式 都是特别高的工艺来制作的一个粉末 所以我们爱多美的普洱茶 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产品 而且它这个 如果说普洱茶的话呢 我们一般就是说 需要喝它的 我们减肥的功效嘛 消脂的功效 需要喝的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成分 那大家知道这个普洱茶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吗 那普洱茶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墨石子酸 那如果说你要是想喝一个茶 它这个墨石子酸的含量 要是不够的话呢 那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我们一般喝这个普洱茶的话 就要喝到它的这个含量 含量足够了 你才能起到它那个消脂 还有减肥的那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说 你想喝一般的普洱茶 然后进行减肥啊 什么这样的消脂的话 那一般其实我们就要喝 一般的茶的34杯才行 就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茶 你喝个34杯的普洱茶 才可以有那种效果 但是我们这个平常 如果你要喝这个34杯 大家能喝吗 就是正常我的话 我是肯定喝不了 因为我要是稍微喝点的话 我就直接往那个洗手间跑了 就一直上厕所一直上厕所 所以就没办法喝这么多 而且正常这样杯子的34杯 你要是喝完以后 正常你是要减肥才喝的 但是我们喝了这么多的水 会不会浮肿啊 你要是浮肿的话 那些大家要知道 这个浮肿时间久了的话 它就会变成脂肪的 那就会变成肥胖的 所以喝这么多 我们肚子也会胀胀的很难受 那我们一定要喝这么多吗 当然不需要 今天我们就可以用我们 爱多美的这个普洱茶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呢 你只要喝这一杯 喝这一条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 就有那种功效了 因为我们这一条里面的 墨石子酸的含量 特别特别高 有35克左右 所以它喝了一条 就等于你喝了一般的 34杯的普洱茶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如果让大家喝的话 肯定大家也是喝不了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爱多美的普洱茶 来轻松的简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爱多美这个 我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下爱多美这个普洱茶 要怎么喝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那大家喝普洱茶的时候 一般都是怎么喝呢 就是如果一般喝茶的话 大家会怎么喝 一般都是热水泡着喝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平常喜欢喝那个热茶的 浓茶的的话 你可以这样喝 但是也有那些 现在生活节奏也快了 就是喜欢快节奏的 快点快点喝完那种的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其他的方式 那我今天就介绍大家几种 喝普洱茶的方式 那第一种呢就是喜欢喝茶的人 喜欢喝浓浓香香的那种茶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一条下来 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等一下我给你们倒一下 那这个普洱茶是这种 特别包装特别好 就是一撕开就马上能开的那种 然后倒在这里 如果你想喝浓浓的茶 它就是这种粉末状 粉末状 想喝浓浓的茶的话 你就可以用热水冲泡 正常我们这个普洱茶 平常一般的茶都是要热水冲泡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普洱茶呢 它不需要 因为它加工的时候已经是熟茶了 所以它呢不需要非得是热茶 你可以用常温的水 也可以用冷水泡 但是一般冷水泡的话呢 它就是化开的那个会比较慢 所以需要你摇晃一下这样的 最好是常温水泡一下然后喝 但是如果想喝浓浓的茶的话 就可以倒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一个 来倒一点热水 我拿的热水 保温瓶 大热瓶我拿保温瓶过来 来 就是倒一些水 这样的 倒这些就差不多了 然后用这个勺子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化开的 能看到吗 它是非常容易化开的 所以不需要这样搅拌也是很容易化开 但是你这样慢慢搅拌一下 它能化得更快一些 然后这样先闻一闻 香味特别浓 这样喝的话就是一种浓香的 我们一般喝茶你需要好几道工序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但是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 只要打开撕开以后放进去 倒水完事 一分钟不到就完事 就可以喝到浓浓的 这个叫什么普洱茶了 那我先来喝一口看看 我这个人其实不怎么喜欢喝茶的 但是一般因为喝茶的话特别苦嘛 所以我就是从小就喝不了苦的 但是这个普洱茶它喝起来就不 干杯 干杯就有点会烫死我的 我本身就喝不了太烫的 干杯 喝不了太烫的 所以这个一般就不怎么喝热茶 它这个热茶呢喝起来就是特别纯 特别纯而且它是那种不是很色的那种味道 就是很柔和的味道 喝起来特别好 大家可以尝一尝 尿血 一般这个每个人他习惯 他那个什么喝的习惯不同 所以这个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调节一下 它的量是比较好的 然后第二种给大家介绍一个 第二种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非常的方便 平常大家不喜欢拿着热水 还有那个茶杯来回走的吧 谁会拿着热水和茶杯来回走 除非是特别喜欢喝茶的人对不对 那一般我是喜欢拿矿泉水 拿矿泉水来整 但是今天我家里没有矿泉水 所以我用了一个爱多美的水瓶 用爱多美的水瓶 倒了500毫升的水 你们就当它是矿泉水就好了 那一般我们就是平常喝的时候呢 就500毫升的矿泉水 然后你在这里面倒入一个 爱多美的普洱茶 我把它锁得有点太紧了 然后打开 你就从这里倒吧 给大家看 它倒进去以后 大家看一下 它化开的 它是非常容易化开的 就是很容易化开的 因为我这个是稍微冰一点点的水 刚才用的是 如果是常温水的话 特别容易化开 然后这样弄以后 放一下 那么晃一下的话 就非常溶解的特别快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它是没有沉淀物的 没有沉淀物 溶解的特别快 这就是500毫升 平常不喜欢喝热茶的 你就可以这样整 而且要记住 它这个泡完以后 不是说让你一口气喝完 一口气喝完 我们这肚子会胀胀的 我之前就有一个会员 其实我以为他会知道的 我就没有特别的提醒 但是他是以为 因为一般这样的茶 不是一次喝完吗 所以他就以为这个这样泡完以后 就得一次喝完 然后他每次泡完这个以后 就一口气咕噜咕噜咕噜的 把它也喝完了 就这么喝了两个星期 它 喝完 这是什么 就是500毫升的水 这样喝就行了 然后喝 就是这一瓶呢 你不需要一次性喝完 你只要今天内 今天一天内 把它喝完就可以了 不需要一次 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一次把它喝完 喝了整整两周 然后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说 可不可以不喝 然后一直就忍着 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 跟我说的 然后我才告诉他 这不需要一口气喝完 他是只要一天内喝完就行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个500毫升也太浓了 那怎么办 再加水呀 你可以用一升的水 也可以的 没有问题 根据你自己的 能承受的那个口味 量来调节就行 所以这样整完以后 你就可以放一升水也行 放更多水也可以 但是前提是你一天内 把它喝完 因为我们也知道 不喝过夜茶 是不是 不喝过夜茶 这样喝的话 其实味道就已经 不是那么太浓了 所以我就是平常就这么喝 如果还是觉得太浓了 你就可以把它再调多一点水 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般 就是平常 经常慢慢听 平常就是很忙的人 没办法去拿热水去泡 这样的品尝的人 就可以这样的便携式的 来喝这个产品了 那样的话也是有这个消脂的作用的 也是有这个消脂作用 然后呢 还有就是 根据自己口味调就行 然后第三个喝法 第三个喝法 现在韩国这边 有很多人是知道的 我们就是 爱多美这个普洱茶 有减肥的功效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普洱茶也有 但是这个爱多美的功效 是特别好的 喝完以后 受肚子效果最好了 我觉得 因为我是亲身体 体验过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减肥的时候 我们需要排毒嘛 你要是想减肥 你身上如果有太多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的话 其实就减肥起来就 没有效果 但是如果你把身体里不好的东西 全给排出来 那样以后你再减肥的话呢 效果就失败 失败功倍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这个排毒的减肥喝法 那要怎么喝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韩国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其实是挺胖的 现在我真的是瘦了很多 我刚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现在真的瘦了很多 那刚来韩国的时候 他们看我胖的话 就会经常推荐我 那个排毒的 那个减肥的那种套餐 韩国都是有那种套餐的 但是那种套餐吧 便宜的 韩币算的话 四五十万 四五十万 人民币也就是两三千左右 如果贵的呢 它就有七八十万左右了 七八十万的话 将近是我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 非常的贵 所以对于我来说 一般的上班族 是没办法承受那个价格的 所以我一直都没弄 但是我认识了爱多么以后 就非常的方便了 我就可以用特别便宜的价格来完成这个排毒的效果 那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一般也是 也是五十 这是矿泉水啊 这是矿泉水 也是五百毫升的矿泉水 拿五百毫升的矿泉水 然后就需要我们爱多美的两款产品了 第一款产品呢 就是这个 来 这个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爱多美的益生菌 对 对 爱多美的益生菌 那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还有一款 就是我们这个 哦 我想拿到 还有一款这个 这个是什么 对 爱多美的维希 维生素C 这两款产品都是我们对免疫力非常好的 而且这两个款都是有排毒的效果的嘛 所以它这个两个款产品 跟我们这个普洱茶一起合作的话 就效果就特别好 那怎么弄呢 就是准备一瓶矿泉水 准备一瓶矿泉水 然后再拿五袋 这个 这个拿五袋 这是什么 一生菌 拿五袋一生菌 往这里倒 就是一起混着 拿五袋 因为时间 正常是五袋 五袋 然后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 试着整两袋以后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弄五袋以后 它现在是黑 非常浓的颜色 对不对 弄 就是跟这些配完以后 它颜色就会变得浅一些了 我就先放了两袋 放了两袋 然后也是五袋 也是这个 也是五袋 五袋 一起 这样的 我也是 试验 把它放个两袋 给大家试验一下 这个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 这样的 放完 就当是我放了五袋了 然后再上 它这个也是非常容易溶解的 然后放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步骤 我换来换去的 很爽 这么换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 它的颜色稍微变得浅一些了 如果放五袋的话 它这个颜色会更淺 然后就是 这样泡完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喝了 喝完以后的感觉 会有那种 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 好喝 我喜欢酸甜的口味 非常好喝 这样泡完以后 你就可以排毒了 那这个要喝多长时间呢 正常我们就是 这么喝的时候 如果需要排的特别多的话 你就是五袋 五袋 加一袋 土耳茶 这样的 你喝个三天左右 然后你觉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可以慢慢的减 减少它的量 减到三条 再点到两条这样的 如果说你能承受它这个味道 因为有的人 酸甜口嘛 有的人就受不了那个味道 那样的话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口味 来调一下就行 这样调完以后 你就可以排毒了 像我妈妈 她就是经常用这个方式来排毒 因为凭这样排毒的话 我们一般 一个星期用下来的话 就需要一盒这个 维生素C 再一盒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七天的量 七条就够了 这个就普洱茶呢 是七条就够了 这样的话 这个价格算起来 大家可以算一下 非常的便宜 对不对 就一个月的量 你就可以把它喝完了 一个月的量把它 正常这样喝的话 特别便宜 比起那个韩国用 七八十万的这个韩币来喝的 更便宜 而且特别优惠 而且它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妈妈她就是 每隔个两个月左右 她就会排一次毒 她排完这个以后 就会觉得 就是胃特别舒服 因为我妈经常消化不良 刚开始经常消化不良 所以她是 没有益生菌 是没办法活的 就是一天得喝 好几条益生菌来维持 但是自从就是 知道这个方法以后 她就隔几个 正常喝益生菌 然后隔几个月 就是来一次排毒 她来完一次排毒 她就说 她的胃变得特别舒服 特别暖 特别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是特别好用的 而且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我们这个医生菌 和这个维C价格 维C现在中国还没进去 是不是 医生菌是非常便宜的 现在 所以这样的一条下来 很好 这就是我们第三种喝法了 第三种喝法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喝法 排毒很重要 然后下一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针对喜欢喝酒的人了 咱们这里有喜欢喝酒的人吗 平常有想减肥的人 但是如果你想减肥 你就不能喝酒了 对不对 因为喝啤酒的话 真是很容易胖的 我减肥期间 虽然我平常也不喝酒 严禁酒的 所以减肥期间想要喝酒的话 但是又怕会胖 不能喝那怎么办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了 就是喜欢喝酒的人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普洱茶 用这个普洱茶 然后再放一些碳酸饮料 今天我是没有啤酒的 因为我刚下车回来 直接来这番讲义 所以没有啤酒 那正常你可以准备一个啤酒 一个啤酒 然后再准备一个碳酸饮料 然后再准备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 然后再准备几块冰块 冰块 准备一些冰块 这样把这些混在一起以后 按照你自己的口味调一下 你就可以夏天喝冰冰凉凉的 普洱啤酒茶 非常好 这是我朋友他有这样喝过 有这样喝过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喜欢喝酒 就可以这样 你就可以这样子 这是喜欢喝啤酒的人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弄 然后最后 就是我们平常喜欢吃的 吃货们 吃货们 如果你想很喜欢吃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饭后 饭后来一杯我们的普洱茶 那饭后不要马上去喝 你饭后待个半个小时 待个一个小时 然后你再来一条 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的话 你就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那种 非常油腻的那种感觉 给去除掉 爱多美这个普洱茶也是有那种消质的效果的 所以可以把那些油腻的东西给你分解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饭后 喝普洱 其实我们正常 我也是喜欢吃汉堡啊 还有那种 意大利面啊 这样的 快餐的 所以我在吃完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特别 就是担心会胖嘛 但是又馋 没办法 就只能喝一条普洱茶来补救一下了 大家也是可以这样试一下 那今天这个我要分享的这个普洱茶呢 喝法就是这几种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我们在喝普洱茶的时候 正常什么样的人适合喝这个茶呢 只要是你想管理你的身体的话 你就可以喝这个普洱茶了 但是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 他能接受的这个味道也是 就是因为他这里的含量也是特别高嘛 如果说觉得含量太高了 你可以调节一下量来喝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平常喜欢喝快餐 经常喝酒 就喜欢汉堡 还有那种快餐不好的食品的人 就可以吃点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 爱多美的普洱茶 然后经常聚会的人 最近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聚会很少了 但是肯定也是有这种爱聚会的人 那喜欢聚会的人 就可以随身携带一下 我们这个爱多美的普洱茶 来喝一喝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这个普洱茶 也是对我们肠胃特别好嘛 喝完以后肠胃特别的顺畅 特别的顺畅 所以你就可以喝完这个以后 所以这个普洱茶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吧 它对减肚子是特别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因人而异 你可以看一下它对你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爱多美的普洱茶呢 就是这样的一小盒 一小盒里面有30条 30条正好是一个月的量 然后它这个一条呢 是有35毫克的主要成分 含量特别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一天喝一条就可以 随身带着 刚才的那几种喝法 你随便选就可以了 随便选 然后我在韩国这边也是了解过一些普洱茶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爱多美的普洱茶第一个 然后其他后面是其他的 可能看不太清是不是 但是这个看这个图的话 在这里面就有那种含量呢 含量是都一样的 含量都是35毫克 然后有35克 等一下 35毫克 然后 就是我们这一袋 落石止酸的含量是35毫克 然后这个里面是 这一袋呢 是一克的普洱茶 那其他的也有800毫克的普洱茶 那价格如果算的话 他这个爱多美的价格是最便宜的一款 最便宜的一款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产品 真的是非常的物超所值 优品良价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这个 所以比这样算的话 我们这一条 这一盒是900多块钱 对不对 900多块钱 那一天一条 那一条就相当于30块钱左右了 那30多块钱的话 其实比一杯咖啡还要便宜 但是它的含量 而且作用是非常大的 真的是非常便宜 那这就是我们爱多美的普洱茶 没有喝过的 亲们可以自己回去下单 然后自己订购一下试试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呢 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反正这是我自己使用 最喜欢的一款产品嘛 使用起来以后 非常实用的一些喝法 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有更好的使用方法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